好,那兩個就是,首先第一單就是這個 最近都比較在內地的網絡上都比較均動的一篇文章 或者叫做均動的,但是就熱論比較多的文章 就是這個中央巡視組的副部級巡視專員 就是這個李嚴溪專員日前發表文章 但是當中就談了很多問題,包括就是這個 年輕幹部應減少與異性交往 引起這個網民熱話 為什麼這樣寫呢?就是文章指出是領導幹部出現問題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異性交往 跟異性交往多了日久申請,申請下一步就是交往錢 領導做幹部,就是做官這個 其實就是人高不高,能否滿足情人需要呢? 那腎頭慢慢緊,慢慢就想用這個權力去賺錢 久而久之出大問題 平時一些要求上算議員幹部出了問題 都是因為這個方面打我缺口,最終無法收拾 所以年輕幹部應該深刻吸收這個教訓 而重組保持與異性的距離 即是如果發現對方有某種情感表示 就要打句號 那生活作風對年輕幹部是很現實的考驗 一定要管好自己 否則既要花掉大量的精力影響學習和工作 亦都會產生不好的影響 嚴重躍制自己的成長 他這個情況就是 他不是說一件不合理的說話 不是,他不是說一件很無稽的說話 但非常不合理的 即是說你和一個女生 有一個爭拗就是 一個女生不要穿短裙去夜街 否則會被男人強姦 於是你當時都可以保障女生 但問題就是那些女權分子走出來 問題在那裏 在我心目中就是 這就是你保障自己的身體 即女生的身體有身體 如果你去一些很正派的人保護的床 是無所謂的 但如果你不要說身體自由 然後你就去一些很危險的地方 例如去南非 你穿短裙 這就是你 不是身體自由問題 而是聰明和愚蠢的問題 但是那些女權分子也是按狗的 即是那件事不是一個 即是等於 這些人是錯的 即是Brain the victim 即是等於那些人 如果你拿了一個大劫人紙去街的時候 那如果被人搶走了 都是他們錯 關我甚麼事 對吧 我為何不可以老 但你才幫我老眼 即是類似這些問題 即是那些是對得錯的問題 即是一些很現實的問題 她說的是很現實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 那句很現實的問題 你是不可以說的 OK 你又不可以說出來 第一就是 我相信不是那麼多異性 都是真的跟你說錢 為甚麼呢 因為很多異性 都沒有這樣的 百分之力 可以跟你說錢 你說明星 美女異性 才跟你說錢 如果你無端端在街上 認識見 同學生 那個人不會跟你說錢 對不對 而且你認識一個異性 你這個社會不會 認識一個異性 你都這麼難以消費吧 如果你認識一個異性 而認識一個異性 社會上令你消費不到 社會問題 不是幹部問題 對嗎 是社會問題 即是如果做一條短裙 去不停喝酒 去南桂方路 不停喝酒 而身邊沒有一些可靠男性朋友陪伴 或者一些可靠女性朋友陪伴你的話 那你就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但是如果你是做一條短裙 當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鬧事 被人搶走的強姦 那那個是南非 那那個不是 或者是乘公交車 被人強姦 那那個是南非 那那個是社會問題 而不是他的問題 即是這些是相同的狀況 這個是社會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男人 認識一個正常認識異性 或者我認識幾個異性 在那幾個找一個 然後那個異性 竟然是令到你覺得是 是消費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社會問題 如果你周圍去追求女 追求幾十條女 那這些就是一個 你自己個人問題 那如果你是去認識一些 譬如明星那些 那也是你個人問題 因為有些女生的消費力度很高 所以我解釋給女生的消費力高控 那樣東西是你不是不合理的 那些人說 我講了一個一百萬次的例子 就是那個女生 如果她是住屋邨的 你木雪屋邨有整個 你木雪來講 即是水 於是你就用一個合乎她的standard 的方式去跟她交往 但是如果那個女生本身是住在山頂的 那如說平時的時候出入都常來不坐巴士 那如說也都是很少吃一些很平民的東西 那你會符合她的生活的standard 平時一貫以來的生活的standard 就是這個在法律上有 如果是離婚的話 你要保持你的太太 她的平時一貫以來的生活的standard 就是說你給多少錢 就是她洗了多少錢 你就給多少錢 所以一半月有生活的standard 那你就會非常昂貴 那如果你設一個名字 我去外國生活 你不能夠令到我和你一起 就是我的生活降低了 對不對 那於是你就會有一個負面問題 那所以會有一些狀況 有一些女人是比較貴一點的 就是天生比較貴一點的 所以你認識她是比較貴一點的 所以你就是某一些的異性 如果你是所有異性交往 如果所有異性交往 或者交往幾個異性 那可能你都有幾個異性 然後你希望會選一個 對嗎 就是你不是 我認識了 那不如直接是什麼 直接是什麼 就是同時可能 你只不過是初步結識 那些你會 如果是這樣的初步結識的女 這樣的方式 都是你負擔不起的話 是一個社會問題 是一個社會問題 就不是一個幹部問題 就是普通的交往 當然去到深入 就在說 古語有雲人們多無對 因為其實結婚 就不但只是男與女之間個人的問題 是說兩個家庭結合的問題 不是 是窮人才是男與女的問題 如果有一個質問 窮人就是男女 哪有家庭的東西 窮人哪有家庭的 你說什麼 窮人哪有家庭的 窮人沒有的 大家看到的 是有錢的人才有家庭的 所以就很講求這個 亦都引申另一個話題 就是說 現在內地的公務員 普遍月薪三四千元 其實夠不夠用 要不要提高一點 它有獎金 現在雖然減了獎金 說減了三成 其實主要是減獎金 但問題是有獎金 有什麼 但Hidden是幾倍的 那些人的公務員 向來都好 向來都好 有些職效 達到目標就做到 那些 但是 我當然是認為中部員有提高 我認為高級幹部 高級幹部是那個大量提高 就是 因為你的權力太大 我覺得中國應該高薪有念 但是大家為什麼到最後 你知道為什麼不高薪有念嗎 大家發現高薪也有不了念 有高薪也有不了念 就糟糕了 香港我都覺得 香港我都覺得高官 高官是應該人工高斷 其實香港的高官也賣不起樓 它有房屋津貼的 都沒用 這些權力和你的人工的不相稱 到了最後你還會更加多貪腐 嗯 講完這個比較嚴重的話題 之後我們又跳過另一個比較嚴重的話題 就是美俄戰略安全對話 那就是美俄的外交官員 就在昨天就展開這個戰略安全對話 本身就想著是對這個戰略穩定 就是簡直來說就是俄烏局勢 甚至現在可能哈薩克局勢都包括裡面 就談的 但是會議結果呢 暫時就說沒有突破 就是沒有一個很有成效的討論 甚至也有膚色傳遞就是說 俄方甚至是說到 可能提早走人 因為都沒有什麼成效 跟他們講雞同鴨講的情況之下 就不如不要談了 那就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俄國呢 它是在這方面 是站得很硬 因為它已經將底線畫了出來 如果你的底線是這樣說 美國談 就是美國要美國退 美國退嗎 這就是美國已經經營了很久 你叫俄國 俄國要去written 寫下你不再東曠 喂 我口頭跟你說 說不東曠沒問題 但是我以後會東曠 我現在暫時來說 我形勢不理也不東曠 這個是它的最後目標 你將它的最後目標 他要寫明了不做 在美國來說不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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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比較難談 比較難談 但是這個對中國人來說是好事 如果俄羅斯和美國拿走 中國就有惡搞 因為現在就是 美國的東線 美國東線無戰事 它就可以全力對付中國 現在俄國就是吃滑它 你去亞太 我吃滑你 我這個時候不開拖 我什麼時候開拖 因為俄羅斯本來是在烏克蘭下了下風 被它搞到顏色革命 然後踢走了 但是俄羅斯到了最後 反攻了之後 在克里米亞才反攻 再在東烏克蘭再反攻的時候 現在它佔了上風 那麽苦鬼跟你說 如果你接了上風 你就要什麼 它一定是 一定要找回足夠的利益 可以在哈薩克 哈薩克它本來 美國本來的架合都不太深 但是它將整個美國 現在哈薩克這樣搞 將整個美國的勢力 在那裏炒了格子 現在大家一起在那裏炒美國格子 中國也是 中國在香港炒美國格子 就是大家都一起在那裏炒格子 所以我們發現 美國的情報系統在香港來說 基本上是崩潰了 就是在我們現在發現 我們發現之後 有很多應該它知道的事 它不知道 嗯 我想問 本身中俄同盟的建立 就是建基於兩國都受到美國的威脅 所以才要結文 如果俄羅斯終於簽了一條不著東框的協議 那其實中俄同盟是否代表著 變成明傳失望 那不會明傳失望 因為大家做好合作 但是利益關係會差很遠 因為大家都不會不防住 但是美國很難跟他們說 因為如果俄羅斯穩定了 德國和法國還會造反 就是它不用靠 嗯 就是如果朝鮮穩定了 韓國造反 其實簡單一點 就是兩邊都不想商量這條協議出來 是啊 兩邊想商量 想商量是很有利自己的 大家都有些立場是不可以 不可以融和的 嗯 嗯 那本身這個都比較圓妙 據報他們開的地方是瑞士 其實是否情勢已經是嚴峻到 只可以在瑞士上談 都不是的 但是比較合適 不是只可以的 但是合適 那就是據報日內瓦會談結束之後 俄羅斯代表也會跟NATO 就是在布魯塞爾再談 那布魯塞爾就是現在NATO的總部 那你也在13日在維瓦納那裡 又會跟這個歐洲安全合作協議談 那問題就是 其實是否代表著俄羅斯 有可能就是 叫 就是哄NATO裡面的歐洲國家 不要你聽美國說 就是自己另行簽署一條協議出來 我相信不可以說 我相信做不到 你美國淫威是那個 你怎樣做 你知不知道那個叫淫 淫是多的意思 對 每個多就是淫 對 就是現在手多多就是手淫 但是問題就是 一邊是淫威而已 另一邊是坦克 坦克也是淫威 但是你保護了那麼多年 你很難改變 很難改變了另一邊 你一個小角其實 真正可以有獨立外交政策的國家 雖然世界兩百多個國家 但真正有獨立外交政策的 只有十多個國家 中國 中國 俄羅斯 美國 印度 我不知道巴基斯坦 以及什麼算不算 巴基斯坦 伊朗 越南 即是古巴 即是這些海洋導入外交政策 其他全部都是被人欺制的 以前南非都算了 現在也不知道 對 即是你現在沒有制度外交政策 嗯 當然啦 即是 黏近俄羅斯 不知道下場好不好 但黏近美軍 即黏近美國的下場如何呢 即是有板體 黏近美國 人們就說 黏近美國 如果你是民主 民主國家是沒問題的 如果你是不民主國家 你會很大問題 但如果是民主國家來說 黏近美國在19… 在20年、8年之前都可以 嗯 或者在1990年之前都可以 1990年之後就是靠著 組織歐盟 那些歐洲融合 那些在一起的時候去做 當20年、8年之後 美國 我都說是 GIFER給了TAKER 以前是放水給你的 因為怕你走 所以那時候外國是 震戰得很快 接著就被人欺制 現在這十幾年來就找你品 所以是沒有國好 你看到美國的富翁國 這十幾年來就沒有國好 但那些人就 那些人就沒有懷疑 那些老屎佛 老屎佛教出小屎佛 就是這樣 就是懷念了美國 還是 就是 買美國 就好像 1950年、60年、70年 過去了 舊市衝走了 他們那些人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回來的 但那些人還有很多人 就不可以幻想 就是其中一個著名盟友 阿富汗 就已經被塔利班全面接領 就是這次沒有共同建國 而之前 就是去年8月 就是撤軍的時候 大家看到很多鏡頭上的混亂 包括那些抱起的年輕人 打算表美軍接走那些 其中一宗就是比較著名的 就是這一宗 之前有個老爸 陷家去機場 因為之前就在這個美國使館幫忙做事 打算去到美國 結果呢 就不可以 就是 給了一個兒子 兩歲兒子 給了美軍之後 就跟他失散了 展遠之下 這一家去了美國 發現兒子又不見了 就找 現在終於找到了 但在哪裏找到呢 在阿富汗找到的 那為什麼這樣呢 就是因為 原來那時候 夏布爾機場外面有很多人 其中一個就是 一個的士司機 本身都想要 去美國 結果發現 撿到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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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士司機 就想 這個應該是上天給他的次女 所以 他最後都決定不去美國 就回去 打算照顧大兒子 結果 現在大家宣傳之下 終於知道 有個兒子 不見了 找找找 終於找到 原來就是的士司機的樣子 最後 就是 丟掉了 用六千元人仔 就買回兒子 那的士司機 就 在片段的時候 交錯的時候 就悲痛欲絕 即跪了在那裡哭 但是六千元人仔 在阿富汗的時候 就太多了 所以 就唯有是這樣的情況 是 但是問題 他那個是 交錯給美軍士兵 是啊 美軍士兵 就放在地上就算了 喂 只好而已 不包養 那包不是包養 他不是交 他真的在地上 地上撿到 是啊 地上撿到 那就是美軍人渣 真的是 他接了 那時候還大肆宣傳 哇 我們這個多好 這麼自由 終於這個 這個藍衣終於獲得了 自由 原來美軍是扔了他 自由而已 沒有說時限 兩個小時的自由 差不多 就是人渣 我覺得這些很離譜 但是當時的時候 就是大肆宣傳 你可以證明美軍是多偉大 可以接觸了個小孩 那些 整件事最害怕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的士司機可能那時候 受到Propagena影響 他比較害怕 之後都回去 那到現在 他都未死 就是他養子都未死 證明阿富汗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亂 還有是什麼呢 就是 這一件事 在哪個當中出力比較多 是阿富汗警方 就是幫他找的時候 出力比較多 但是問題在於 現在阿富汗政府 是塔利班 就是那班其實是塔利班警察 就是究竟 殘暴程度有多大呢 大到是不是這樣 那邊其實不是塔利班 那邊是塔利班 因為Capture政府 用溫原來班底 是 但是用溫原來班底 又照樣計算是他的 是 那個Upper Level 就是他們 嗯哼 那就是 兩邊都尚算是一個對比 那當然 這個笑話一側 那就是要繼續 做這個 美軍Propaganda的人 都不會理的 是 都曾經獲得過自由 最後都說一下這個 這個 印尼的禁煤 那就是 早前印尼 就限制一個月的 煤炭出口 因為就要遷就它 內部那個 的供電 那大家那時候 看到的時候 就有部分人就很關注 印尼禁煤 那就是中國 會不會有這個 電力限制呢 那但是 中國暫時沒有電力限制 的情況之下 那似乎印尼 自己本身 都已經有些問題 那就是因為 印尼裡面的集團 還有一些民眾 就是說 其實你遲遲未解除 這個出口禁令 那就令到很多人 開不了工 那就是呼籲 他們取消這一項的禁令 又形容這一項的禁令 是沒有跟煤炭企業 充分溝通 那你亂做出來的 結果你又搞到 一碗浦 一來中間政府 不是碰到地方政府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新的國家很多 中間政府的管制壓力很弱 所以就是 這個其中一個問題 但是中國 因為印尼佔入口 好像是二點幾% 就是佔它的煤炭 不是很多 所以對它的影響不大 但是主要是印尼南方 主要是印尼南方 因為中國 煤的中心就是北方 但是北方運煤的南方 是比海路、印尼運過南方 所以不是缺煤的問題 而是運輸問題 而南方偏偏是用電最多 所以可能會對工廠受影響 或者成本增加了 但是 在印尼而言 就是 它控制不了 因為它其實是想自己 留一些東西自己用 或者之類 或者跟中國一些政治問題 這樣的問題 但問題 其實是看大財團 在口腦挖些錢出來 它控制不了大財團 控制不了大財團 或者控制不了地方政府 我認識你 有一個股票很厲害的人 都不是蠢人 所以就有人來搞抗 我打算搞抗 就在香港上市 結果搞了兩年都搞不成 為什麼 你搞不定地方政府 總之 挖了些煤就不出去了 但是 也有人想問一件事 古時中國 就是為了混河 甚至為了皇帝的玩樂 都挖到大混河出來 其實如果現在想把北炭藍書 那可不可以都混一條新的混河出來呢 我不知道 就是中國好像沒有很多水 沒有水 即是說真的水 你挖一條混河出來 有很多水 可不可以灌水進去 和河那裡 其他地方 水就少了 其他地方 水就這麼多 你一定要挖 即是如果多水就少水的問題 嗯 當然 其實北方都想有多些水 可不可以南方崩上去 但是地勢的問題 南方的水不能崩上去 結果搞到這樣的情況 是 暫時都是這麼多 或者這麼說 印尼這個國家 其實大家對於它的了解 都不是很多 沒有了解 這個要問回楊宇 它是最大的伊斯蘭人國家 全世界 兩億人口 兩億人口伊斯蘭人國家 你看看 印尼其實很大的 印尼其實很大的 你看看 印尼其實很大的 印尼其實很大的 它還有很多島 現在這些 因為現在是浪陸的世界 這麼多島的地方 這麼多小島的地方 很難生存 即是印尼、阿菲律賓 那些很難生存 即是很難經濟會好 你說到活飛都沒有用 因為你中間 不可以一字的運輸 即是你要是整片大陸 你一定要整片大陸 然後你整片大陸 然後你連著大陸 好像亞洲 好像中國那樣 你現在的島國 英國和日本都很難生存 你可以像印尼 千島之國、菲律賓等很難生存 本身有個地理優劣的問題 我剛才看到 為何中國可以這麼快完成 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個完成 全世界第一個完成 政治統一的文化距離 全部政治都沒有統一過 因為我看了一個分析 他覺得很好的 我看了一個最合理的分析 他說只有中國的河流 是東西的 其他全部是南北的大河 就是華為華為華為東西 因為你穿越南北的時候 你穿越不同的經道 你穿越不同的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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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其實一早就有議會制 但是在遙信的時候 遙信的時候 它那個是議會制 它那個是議會制 其實是議會制 你看清楚 它那個 為什麼會這麼早就完成政治統一 歐洲到現在才是 歐洲到現在是 歐洲到現在是 一百年前才是 相當於轉得出口的時代 其實人們經常說歐洲 現在歐洲是落後的 因為人們還說是學能問題 所以說的是最直接的 就是因為兩條大河 一條大河 就把那些人固定到附近 但如果打直的話 那些河是不行的 當然了 除了這個河流之外 都跟經濟的生產有關 但這個就太複雜了 也免得在最後兩分鐘時間說 所以今天暫時都是這個 多謝大家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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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起